歡迎來到三國茶館 我是說書人柳玉 上次聊過派對卡孔明真人版 現在播出來到第四週了 這次就來說說前三集的優缺點跟心得 首先我對動漫改編真人版 一項比較嚴格啦 也就是重視原版的原作檔 之前說過動畫的第一集 非常非常深 我看了三次 三次都掉淚 目前為止 我還是覺得動畫整體分數勝過日劇 不過當日劇播到第三集 我覺得有越來越好的趨勢 甚至在某些小地方 出現動畫沒有的亮點 這是我沒有料到的 所以有時還是可以先放下既有印象 如果你還在猶豫要不要看這部 我個人的想法是 無論有沒有看過動漫 真人版都還是值得一看 那最好是把日劇 當作一部全新的作品來看 這樣或許能得到更多樂趣 總之 真人版可說是漸入佳境 這是我的真實心得 但是 我也有很多想吐槽的地方 溫馨提醒 接下來有劇情類 我用條列的方式 帶大家一點一點來看 以下先講優點 吐槽的部分留在後面 那麼我們開始吧 第一點 人物的情感立體 如果比較動漫跟日劇 就會發現第一集講到英子的過去 兩者是有些不同的喔 雖然都是說 以前英子在最脆弱的時候 一度想親身 後來被老闆拯救了 但真人版給了更現實 更具體的設定 英子不是一時衝動跳下樂台 而是家人長期以來都不理解他 累積許多衝突 他才背著吉他離家出走 結果狼狽跑到東京 又在一座天橋上 被別人弄壞他最重要的吉他 那一刻 英子跟他的吉他 一起壞掉了 日劇在第一集 就把這些刻畫出來 人物的沉重與飽滿程度 比動漫多上許多啊 而且後來孔明對英子 說出那句經典的 我要成為你的軍師 也是在這座天橋上 這個場景對英子來說 是具有特別意義的 上一次 老闆在這裡拉了他一把 而這一次 孔明站在這裡 堅定地向他伸出手 這個設計 讓英子跟孔明雖然相識不久 卻結下羈絆 有了另一層情感上的說服力 彷彿命運一般啊 那如果要說哪邊稍微不足 我還是覺得應該參考 原動畫的場面調度 大可選擇充滿城市燈火的背景 更能顯現出那種 因此被大城市給吞沒的感覺 他本該閃耀的光芒不見了 然後這時候 孔明再走上前 而且要出現在有光的位置 因為他就是亮 他就是光啊 動畫用畫面說故事的功力 非常高明 這個場景沒能夠復刻還原 我覺得是可惜的 不過這也可以看到 日劇跟動漫聚焦的地方不同 動畫更重視呈現明場面 日劇則在人物上加重刻畫 把人的情感面帶出來 這確實也是真人版該做的 所以 或許是我原本用動漫的思維 在看戲 入戲後重新品味 也慢慢看到真人版的優點了 說到情感面 孔明的部分也是 他回憶過去有一次 士兵們邀請他一起喝酒 他拒絕了 後來想想 那事不知道明天是生是死 是對生命舉杯的酒 他怎麼沒喝呢 這是原作舊友的情節沒錯 只是本來只有很小的篇幅 但日劇把孔明的感嘆 做得更有層次 更感受到他的哀痛 而且更能夠理解 由於上一世有許多遺憾 這一世 他決定該享樂就要去享樂 該做的事就要盡力去做 這確實是帕麗批的核心概念 這點做得很棒啊 第二點 真三國迷的老闆 上次我介紹過幾位主要演員 這次則要特別說說 無論是第一集還是二三集 都非常非常亮眼的老闆 演員是森山未來 最有趣的是 森山竟然真的是一個瘋狂的三國迷 老闆在劇中不是有很多講三國的部分嗎 飾演英子的上白石說 當森山聊三國誌的時候 有時講的長度 遠遠超過他原本的台詞 然後面對這種急性 向井裡也會適時回應 變成英子在一旁不知道要插什麼話 欸?太好了啊 其實不用插話啊 英子傻眼看著他們兩個聊三國 這本來就是原作 還原度真高啊 沒找資料之前 我還真不知道三三先生是狂熱的三國愛好者 本來我就很喜歡真人版的老闆 這下更加分了 接下來的集數 大家也可以好好關注一下老闆 看看他聊三國的表情 那不只是演戲 他是真的愛三國啊 說到那句 哈哈哈哈 我終於把孔明招入會下了 他肯定是真的爽吧 第三點 卡貝太景 雖然我很喜歡原作漫畫 但必須說 漫畫中的卡貝太景 初登場的刻畫跟故事 真的讓我沒什麼共鳴 而動畫就讓卡貝加分很多 原本擔心這個角色會尷尬 但動畫中出現Rap後 確實讓卡貝活了起來 然而難得的是 我覺得真人版 竟然比動畫版更讓人驚豔 這個很主觀啦 我也看到有人說他也不好 但我說的主要不是卡貝這個人 而是卡貝出場的整個鋪陳 真人版加了一段戲 孔明封鎖所有廁所 逼得腸胃有問題的卡貝 不得不走進孔明他們那間酒吧 不得不面對那場 他不想要的對決 這段很惡搞很漫畫 我還忍不住重看原作確認 原來漫畫確實沒有這段 但我覺得家的天衣無縫 而且讓卡貝的行為模式 反而變得比較合理 原作中他是自己走進酒吧的 難怪我看動畫或漫畫時 總有種煩躁感 覺得這傢伙很不乾脆 雖然劇情有解釋啦 但總覺得說服力不足 這邊也補充一下 卡貝太賢的創作原型 應該是日本饒舌歌手 他曾在2012至2014年 破紀錄連三次獲得全國大賽冠軍 但他也有過壓力過大的問題 雖然存在這位真實人物 但我自己看動畫時 就是覺得卡貝整個人物故事不夠啊 這是我的個人觀感啦 跟真實人物或聲優無關 可是在日劇中 竟然解決了這個看似難以解決的問題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當卡貝在酒吧 聽到英子唱歌時 那是他學生時代的當紅歌曲 於是卡貝想起他的學生時期 這一段多像一部MV啊 這邊回憶插入的節奏跟敘事 都比動畫版更優秀 雖然人物事件是一樣的 並沒有新增 但是用一首歌串起所有畫面 背後英子的歌聲沒有停下來過 情感越堆疊越濃厚 很巧妙地解決原本故事不足的問題 因為MV就是一種 可以只用簡短畫面說故事的方式啊 而本劇的導演色江 正是拍過許多MV的導演 這就是他最擅長的東西 難怪處理得這麼好啊 所以本作的許多音樂作品 為什麼畫面都拍得這麼像樣 因為導演就是專業的啊 除了導演 卡貝這位演員的Rap演出 也讓我覺得撐得起這個角色 這是很難的任務喔 我覺得他已經做得很好了 好,以上講完了優點 不過接下來就是喜聞樂見的吐槽時間了 該批的、該唸的還是應該要說一下嘛 我就抓出三點來講吧 第一點 因子的那個 實在是不行啊 我們直接上圖片 大家一定知道我想講什麼 看看動畫中的因子 最重要的核心是什麼 當然是短褲 恰到好處的短褲 治癒人心的短褲 看到真人版實在很想吐槽 所以我說那個熱褲呢 我說英子 穿長褲怎麼解救蒼盛 怎麼完成天下太平的夢想 太天真了吧 會不會嘴的有點兇 其實我還沒嘴完耶 認真說說英子的核心 一個是短褲 一個是歌聲 不過日劇中的英子 真的有點可惜 這並不是對上白石萌歌有偏見 我也知道 要找能唱歌 能演戲的演員很困難 他已經是不錯的人選 只是就是論事 這個英子的歌聲感染力 就是不夠啊 第一集說 他的歌聲感動孔明 他的歌聲讓十兵八正成功 但我完全感受不到成功在哪裡 那首Stay with me 歌詞意思是對了 但曲子的安排很奇怪 是個缺少高潮的慢歌 所以我並不是針對女主角 而是在對應劇情的選歌方面 有時就是差了點味道 觀眾真的會因為這首歌 流下來嗎 我是不會啦 不得不吐槽啊 沒有比較 就沒有傷害 動畫中 哪怕是只短暫出現的歌曲 每一首都超級神 加上動畫Cloneco的歌聲 是在太有穿透力 太符合想像中的英子了 所以不免會覺得 真人版的英子 少了那種一開口就讓人驚豔的力度 但還是要強調啦 並不是說上排時唱歌不行 只是該吐槽的地方 還是要吐槽一下啦 第二點 孔明的帽子 日劇中 有好幾次看到孔明的帽子在冒煙 不知道觀眾會不會疑惑 這有什麼特殊含義嗎 嗯...我也有這樣的疑問 而且找不到答案 我猜測啦 冒煙的橋段 大概是表達孔明正在思考 有種燒腦的感覺 而且有種漫畫般的風格 但原本的漫畫或動畫 都沒有這樣的畫面喔 至於有人覺得這頂帽子太大 覺得太浮誇 這個倒可以解釋 孔明這個古人 混在一群現代人之中 顯得格格不入 這本來就是本作的賣點 帽子誇張一點 可以加強這種反差感 至於冒煙 我自己就會覺得有點多餘啦 好像跟動漫跟歷史都無關 當然 如果這個冒煙是有更多意義的 那當然可以 比如說孔明也是個發明家 假如這個帽子是用機關術做的 其實有隱藏功能 後面還有伏筆 那算你厲害 但沒有特殊意義的話 觀眾當然會想要吐槽了 第三點 先帝又又又又顯靈了 僅僅是前三集 劉備已經出現超多次 不知道各位內心 會不會也有個吐槽魂 帥哥你哪位啊 孔明認識劉備時 劉備明明是個阿伯了 這美顏開太大了吧 亮子的粉絲濾鏡太強了吧 我先聲明喔 最後這一點是善意的吐槽 其實我個人看得很爽 完全不會計較歷史年齡什麼的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 每次先帝顯靈 都跟英子有關 孔明常常看著英子 想起劉備 這就是我前面說的 動畫重視明場面 用比較唯美 含蓄的方式說故事 日劇則是更聚焦於人物 直接告訴你 英子就是孔明這一世的民主 其實直接也沒什麼不好 很容易讓觀眾理解 總之這一世 孔明要陪著英子去實現他們的夢想 另外想說一下 第三集的這首Dreamer 已經開始出現雛形 我覺得這是目前為止 日劇中英子唱得最好的一首 由於他是正在創作這首歌 之後的完成度還會更高 所以我發現看完前三集之後 我對英子的歌聲好像越來越認可 他雖然不能只唱一兩句就寄精四作 可是如果給他長一點的時間 用畫面去醞釀去搭配他的歌聲 效果還是不錯的 英子一邊唱歌 劉關章在蒸汽中緩緩出現 明明有點惡搞 竟然看得我有點感動啊 劉備加上夥伴 確實是最單純 但又最美好的感動啊 最後做個總結 我一開始對真人版的評分也不高 但看到第三集 我的觀影體驗是覺得越來越好 那反過來說 如果追了三集還是覺得失望的話 這部可能真的不適合你 那無論喜歡或不喜歡 也歡迎留言討論 分享你的想法 我們就在下次的影片再見啦 掰掰